自古以来都是众子发行购币 在2008年,比特币诞生了 这是一场购币购买的购买 你会购买和使用比特币吗? 你是否认为比特币价值风涨是一场短暂的投关 你觉得比特币会成为未来的支付系统吗? 最真实的数据,最准确的分析 为您提供每日最专业的比特币资讯播报 尽在比特币千万福 嗨,各位美股富豪的朋友 各位休斯顿电台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周二,10月31号万圣节 由于今天是周二 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周末的时候 已经提前度了万圣节 今天咱们应该换一个道具 我们应该 Jackie,今天没时间 否则我们也办一些 你最想做什么 你儿子周末玩了吗? 玩了,他弄了一个 你儿子多大? 九岁 那也是很喜欢玩这个东西 他弄了一个什么机械战井 那是什么东西的 弄了一个那个 今天这个节目就缺乏策划 最近太忙了 刚刚从温哥黄昨天回来 我们的讲座非常非常成功 否则的话 咱们真的是应该找点时间去打扮他们 你呢是安办摆 或者说有一个股市当中的象征 我的道具很简单 我呢肯定是想做一个比特币的 比特币的这个定制一个 就是哎呀时间 有的时候想要做又忘了做 今天anyway我们这个休斯顿电台的朋友呢 我们就做联播 今天呢我原来想做直播的 就跟大家谈一谈如何去发财 和我们中文投资网 那么那么今天呢就顺着这个时间 也也回来事也很多的 所以呢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呢 跟大家做联播直播一起搞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收盘分析 今天应该是Brand来的 是的 好 嗨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中文投资网 美股网红的直播收盘节目 我是分析师Brand 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三大指数 截止到收盘的时候 还是呈现着一个继续上攻 继续拉升的一个行情 指数呢丝毫不见任何回调的一些迹象 截止到收盘呢 道琼斯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涨了0.12% 然后纳斯达克涨幅也非常的好 涨了超过0.4% 只有标普呢 微微的没有太大的一个行情 那今天让纳斯达克大幅度向上走高 还是要感谢来自于晶片板块的一个集体拉动 比如说AVGO啊 这些苹果的芯片供应商们今天表现非常的好 在夜之间呢 华尔街还有所有的媒体 大家都在报道这个苹果iPhone10 是有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实用 因为呢这个在昨天 苹果是给了媒体一些样本 接让他们去使用的 大家呢 现在把这个苹果的吹捧力度又给重新推高起来了 那根据苹果有关的这些芯片提供商 大家的股票呢 就会大幅度的走高 像高通算是比较惨的 高通和苹果的这个版权的纠纷呢 还在继续 市场传出来高通可能和 苹果可能会不再去使用高通的芯片 而导致高通今天股票 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暴跌 重挫了10%将近 今天是小盘股领涨美国股市 然后呢 道琼斯的10月涨幅整个超过了4% 这要感谢苹果和英特尔的一个强势的带动 那中概股方面呢 这个刚上市的曲电涨了10% 百度 微博 这些很明星的中概股 大家涨幅都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的市场还仍旧 维持在这种牛市的当中 不光美国市场好 欧洲方面呢 欧元区的这个经济数据 非常都是超过预期 欧国的涨幅也是大幅的往上走高 创下了五个半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下 大家的这个 整个的上涨气氛 一点没有得到一个收缓 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特朗普以及他的财政顾问团们 还有白宫顾问团们 今天呢表示 希望税改将要在十二在这个这个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做一个完成 只有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才能去过一个好的圣诞节 这个是他的一个愿景 那对市场仍旧有提振 并且呢 昨天我们说 市场传出来消息啊 可能说这个企业税 税改当中 企业税会逐步下调 但是特朗普今天也表示说 不希望有这方面有一个下调的一个现象出现 所以呢市场整体来看没有什么悲观的消息 大家都非常的乐观 今天呢市场当中有一条比较重磅的消息 就是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集团CME 也就是芝加哥叫期货交易所 他可能呢要推出 在第四季度的时候 推出比特币的期货 这条消息是非常重磅的 因为呢 这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它是全球最大最古老的期货交易中心 它对比特币去敞开着这个怀抱 就证明比特币现在的当前所处的这个市场 是非常庞大的 这些年他们很少去开通新的期货频道的 所以把对比特币敞开怀抱 代表了比特币的一种新的趋势 被最大的交易所去所接受 所以可以证明呢 接下来的趋势还是会非常容易让人想象的 那比特币这条消息出来的话 直接让它的股票的这个价格最多一度碰触到6400美元 我们这个沃尔老师呢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去强烈推荐的一支比特币的ETF 今天是大幅度的上涨超过了14% 还是恭喜这些长期一直持有比特币的朋友 今天的涨幅会非常的受益 接下来呢 大家还可以继续去关注比特币的行情 然后呢继续关注沃尔老师推荐的这一系列的比特币概念的股票 包括比特币的股票 接下来的行情应该还是会非常非常乐观的 那明天市场的走势呢 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这也是12月份 美联储是否加息之前最后的一次会议 市场呢非常需要在这一次借助的点阵图去关注一下 他们对于12月份加息的一个愿景 所以说明天大盘怎么走 明天黄金美元的一个走势 但是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去做预测 完全等待明天美联储利率决议之后 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所以呢明天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去关注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么收盘听完收盘分析以后呢 下面有我和杰森老师主持 来杰森老师今天来 今天大盘三大指数继续创新高 昨天那个川普出了点事 他的这个阵营里当中的那个竞选主任呢 被这个逮捕了啊 然后控罪啊 当然他不认罪 然后似乎对川普又有影响 但是今天大盘啊 继续冲高啊 怎么看今天好像三大指数 好像只有纳斯达克没创新高是吧 标普也没有 标普今天也没创新高 还是27号的高点 27号的高点 总体来说 可能明天又美联储又是要有数据 而且明天是明天还周四 然后又要说议论大妈 是不是继续任职的问题 反正这个这周事挺多 所以说今天总体来说呢 还是窄幅震荡 然后尾盘往上冲了一下 又往下洗了一下 但是基本上保持在 昨天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保持这个位置 波动性不是特别大 可以跟我们更新一下 今天的重要的新闻事件吗 因为我没有怎么去看盘 比如说今天有没有 今天基本上是出在一个真空状态 因为还是那句话 针对于这种 明天后天的这种新闻的密集型 基本上今天的盘面走势 就是非常观望的一种态度 非常观望的一种态度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向上冲了一下 然后但是呢 这个纳斯达克现在 6700多 6700多创新高 但是呢 标普没有 标普没有创 标普没有创 所以说还是科技股 稍微的带一点 这种领头的味道 那么我们这一次周末呢 在温哥华 我呢 周四在纽约 每天都看你们节目 就是好像你出境的率比较少 什么情况 没有 前面因为我们每天 每个人可能要写什么大文章啊 什么的 然后当每个人写大文章的时候呢 就会下起专心的写文章 给那个我们的 这些好多的读者 然后呢 另外两位老师呢 就上来 上周 可能周四吧 周四周五吧 对 我是几号走的 周二走的是吧 反正我很久没看你 反正你一句话就是 老王要么在公司里就是 骂人 要么就出差不见了 那么 在上一周也蛮忙的 我应该是周二 周一走的 周一跟你做完节目就去机场了 对 周二我去了纽约 我今天参加了 Blockchain的Certificates 的一个就是 区块链的讲座的证书 培训 那么讲座讲完以后呢 老师就说 大家看对我的名字了吗 看对名字我们要发证书了 那么因为这个证书是无法篡改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区块链是一个很逗的东西 我还自己在微软的软件上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区块链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区块链非常火爆 包括像今天的GBTC 对 我记得上周五 今天老师 就是你讲的有点不大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 这帮VIP会员 他们就不听上周五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说这个图啊 因为咱们这个三角形啊 你看 对 昨天 昨天应该是我昨天做直播吧 我说今天是最佳的选择 今天胖一下子涨了102块 对 14块一毛 而且还要往上走 那我们的Apple老 Apple姐姐呢 昨天跟我发了一条信息 一定要测了 另外一次股票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VIP里面跟你说哈 对对对 今天有很多朋友说的 GBT的这个一去不亏头能不能买 如何如何呢 我说我跟博士老师已经很早很早就说了 大概就16号 16号左右 咱们咱俩做节目的时候 大概就在这块 说比特币已经飞了 然后很多比特币股票都飞了 GBTC还没动 我说在这第一位的这个回股盘已经非常明显了 现在就是时间问题 就时间问题 所以要说很多朋友问股票 问完之后跟跟跟跟跟就跟丢了 跟跟今天都涨上来了 哎呦 我一看说能不能追 我说 我说你怎么也得看五分钟里边有没有调整吧 调整之后再说 你也不能说的 这个马上就冲进去 还是还得找一个比较稳妥的点进入比较好 结果呢他今天在尾盘的高位 基本上就保持了一个横盘整理的状态 如果明天这个位置向上突破 那就是短线有机会进场 那杰森老师今天除了这个比特币板块比较火爆 就是咱们领头羊这个GBTC以外呢 您看到还有什么板块 比如是生化 还是原油 还是晶片 还是天然气 上次周五周四的时候呢 就跟你讲三个故事 周二 我去参加比特币分会 证书培训 周三和一个挖比特币的哥们晚上吃饭 周四和老胡纽约的朋友吃饭 老胡说买了原黄金 胡总 然后请他吃饭 然后呢 这个他说他买了这个黄金 那么他说他做天然气做的很不错 就是除了今天比特币之外呢 还有没有那个其他板块 值得注意 相对原油板块还是 在这几个板块里相对不错 因为原油板块总体来说 在最开始的这个股市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一个相对低估的一个位置吧 一个位置 然后前两天刮飓风呢 汽油玩命涨 然后原油呢 就借着飓风的这个走势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调整动作 这是原油 原油的日线 然后我们看这 尤其在这个区间 就是飓风刮的这个过程 但是前两天科技板块表现一下 一闪而过上周五 然后呢 今天有所表现 但是力度有所减弱 银行板块也都是经过大幅炒作的 但是这种这个品种的话呢 今天的表现 包括这两天的表现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那我也参与了 我也参与了一次 就是昨天前天写那文章 一天竞一签的那个品种 现在说也无所谓了 就是UWT 看多原油的一个产品 就在突破之前 在突破之前 在这个位置上 在突破之前 这一颗阳线进场 然后昨天就跑掉了 因为原油的稳定性太差了 但是基本上原油 看现在的态势 还是要把这个55块钱的这个位置要突破 要突破 然后向上的话 应该再试探58块钱左右 好的 那么我近期我们周五呢 周四在纽约开了讲座 周六呢 就在温哥华 咱们也开了一个讲座 我的核心呢 还是关注这个整个的比特币板块 我觉得比特币这个新的高点 我们还有比特币的板块的个股 我给大家总结了很多 不同的中概股啊 还有这个主板概念股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OTC的股票 总体来讲呢 这是我现在focus 那么回过头来呢 看我们从7月1号到今天 10月31号 七八九十 四个月 杰森老师 恭喜他 获得了50%左右的回报率 第二呢 是布莱老师 我也从40%呢 跌到负的 曾经让 有一天让这个 校长获得了第三名 校长很开心 特别灿烂 我是 我是直接跳楼自杀的 我是神风突击队 直接跟安崩盘干了 波动性太大了 波动性太大 但是呢 有一个还是有一个 从这次 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 Anyway 今天各位 打电话的朋友 大家都看到我们这个精美的 这个 嫩蘑菇 以及我的一亿财富不是梦 这两本书 我希望休斯顿的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800958 8561 或者加我微信 无人王2016 来索取 有的喜欢看硬质版的朋友 也可以来订阅 里面有第二版 好像有了安崩盘的照片 是第二版 然后我希望他还能够继续 写的更好一点 那么这哥们就是一直不停的打 然后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 那么温哥华的朋友 如果你要想投资 股市那么好 我们在温哥华 纽约讲座都做不虚习 一方面因为无人王的魅力 另外一方面呢 还是因为股市最近太火爆 大家都想拼命的去赚钱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有这种羊群效应吧 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说 我老王我拿了这一本书有啥用 到底啥用 我就是告诉大家 首先呢 这130只股票里面呢 有很多都是我们讲的嫩模股票 嫩模股票非常值得研究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非常对 这个整个的原油啊 如果说后期啊 这个继续涨的话 那么一些原油个股 好像有一个小双底 你是中长期看好原油吗 还是 因为咱们休斯顿的朋友都是挖油的 短期中期的看原油的态势都不错 现在基本上 从最近的走势上来看 上探60块钱应该不是问题 到60块钱整顾之后呢 再看方向性 总体上 尤其是前两天挂飓风 挂飓风炒清智原油 然后拿这个原油做最冲 结果呢 我说那就原油洗盘 那两天正好老大出差 我跟well我们两个人做清 我说大家注意 我说原油现在正洗盘 我说要是下跌早就跌下了 所以呢 这个在这些股票当中啊 有很多 就是股票盘子非常小的一些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呢都会 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 自记自彼才能百战不胜 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股票呢背熟了 比如说我们讲到HMMY 今年的话就从 你看我一翻就翻到了 这个好神奇啊 今年就从3块钱涨到了40块钱 现在又跌回10块钱了 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图形啊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会有一个不断的rally 那么自记自彼才能百战不胜呢 就是你要提前要把这些功课都做好 每天都要研究 我们这本书呢除了有沃人王 还有这个杰森安的一个提示以外 教学以外呢 还有所有的这些股票的月线图 这个股票有多少standing share 这个股票有多少flow 那么这个股公司是干什么的啊 都有分门别类 根据字母 我们还会有第三版第四版 还会根据这个公司的行业 进行再度的分配 所以呢非常值得大家呢 就是说值得大家去永久的保存 这是2017年版的任务股 那么同时呢 我还有一个对于不大炒股的朋友呢 我有一本书叫一亿财富不是梦 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 亚马逊是一块七毛三 现在都已经上了一千 一千零一百 今天又涨了一千一百零五块钱 所以一万块的投资呢 都变成了一千万的收入 所以很多朋友呢 其实我个人今天我看到有一篇文章 说买房还不如买茅台 是 茅台的股票 是 茅台是几几年上市的 你知道吗 茅台很久了 我上市的时间我忘了 大概是在 07年08年左右吧 才0708年才上市 那现在如果我投一千块 人民币应该值多少钱 反正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变六百 三十块钱变六百 三十块钱开盘价 基本上 那我就可以算一下 三十块钱三百二十倍 嗯 二十倍 二十倍 现在六百六百多 三十块钱变六百 这是分过股吗 这中间分过 中间分过 那就不对了 老大 那就是变成十块钱 再分过 我就具体的这个付权之后的价钱 我就不知道 茅台是什么代号你知道吗 茅台在这边 我还真不知道 这里应该有 对 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 这就显示出一个 像我妈 她投资啊 她的原理就非常简单 很多朋友说 窝人王 你们那个杰森安和你太专业了 我们这种老百姓 怎么办法跟着你们赚钱呢 是吧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我妈的方法 或者说一个 就是用一个犹太老人的一个方法 就是买你懂的东西 像我妈就说 你看青桃啤酒多好生意啊 她多少人喝青桃啤酒啊 就买青桃啤酒 那青桃啤酒好吧 青桃啤酒不行 啤酒业的不行 啤酒为什么没有茅台好 茅台有它的品牌 但是青桃啤酒全世界都能走 青桃 青桃 雁京 这些 这个也拉不回来 对 我还得考虑考虑 它在缩涂问题 青桃 雁京这类东西 他们的这个 行业竞争 太凶了 行业竞争 最低大概20块钱 现在600 对对对 好 OK 那我就算一个账 假设说我们在2002年投入了 30倍吧 从最低点看 这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咱们休斯顿的朋友呢 他会说 你们这个 杰森安 都是那么 我们如果当时投了最低好像是20块钱 对 到底是美国的股票投资好还是 咱们当时可以买 40 一万块钱可以买482股 成语 现在650 最高655 那现在蛋兵怎么样 你知道蛋兵吗 蛋兵知道 他现在好像还持有 他一直买 时间的玫瑰 他现在还持有了吗 这现在我还真不知道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万人民币 现在是31万 31万 是不是31万 对对对 30倍 对 那如果是10万人民币的话 多少 那就300万 300多 那怎么和我们美国不能比 我们亚马逊一万美金都变成 他我说10万人民币 也就300多万 也就60万美金 对 那咱们亚马逊是一万美金变1000万 是 面对的市场的规模不一样 我觉得 美国的这些企业 亚马逊 包括这些 苹果 这类的企业 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全球市场 我觉得 像茅台的话 他相对还有一点 那我们说比如说腾讯吧 涨了多少 腾讯还是不知道 腾讯在这个股票叫做TCN TCN TCN 腾讯 TCN HY好像 不过anyway 就是我个人觉得投资美股 大家也不是说特别一定需要懂 这个多少的技术分析 而最主要是把握住一个中长期的这个机会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索取我这本一亿财富不是梦 一亿财富不是梦的这本书 我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么怎么样索取呢 就非常简单 加我微信 沃人王2016 沃人王2016 然后呢 电话呢 可以打800958 8561 800958 8561 那 杰森老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还要跟大家怎么谈一下 具体的没有了 因为我还是比较侧重于实战 所以说呢 很多的灵感呢 有没有想以后年纪大了以后写一本美股的书啊 我是如何增在美利坚的 那写书就让老大写 我就跟老大写完书 我负责跟大伙聊天 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四分钟 还有四分钟 时间也是漫长的 那今天行了 就这样吧 咱们这个二十分钟 是不是十六分钟是吧 二十分钟 二十四分钟 已经是二十 已经现在已经二十分钟了 OK可以了 那祝各位休斯顿电台的朋友 晚安 我们美股富豪呢 明天有更多的爆料 爆料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因为最近那个十九代以后 过关会又出来爆料了 又出来爆料 又出来爆料 所以我们明天再见 美股富豪 今天的内容不是特别的精彩 明天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 休斯顿电台的听众朋友 晚安 无论你是做短线长线 你都找对人了 微信号 国人王2016 电话800958 8561 谢谢 拜拜